《峨眉山三肖洞娘娘显灵,杀死七十二人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》第十七讲。 作者,萨莎本文章为萨莎原创,谢绝任何媒体转载《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》第十七讲。 萨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,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,主要重奉普贤大事,有寺庙约二十六座,重要的有八大寺庙,佛事频繁。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佛教名圣也出现过灵异事件,早在一九三七年,这里出现了一件大怪事,导致七十二人死亡,地点在三肖洞。 三肖洞位于峨眉山先锋四西南,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,传说三位女子,云霄、穷霄,必销在这里修炼成县,由此得名,洞口高五米,宽六米,有岔洞,洞的总长位二百一十四米,尽管峨眉山尚有人如知,一般没人去偏僻的三肖洞游玩。 关于这件大事,峨眉文史一书写道,三肖洞位于九老洞右侧,二十铁眉处,那里曼草丛生,的屁山荒,人际罕至。 1935年,三肖洞来了个修行的和尚,发明阳空,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,决定留居下来开辟三肖洞。 阳空大师和另外两个和尚,都住在洞子里,洞里供了两个菩萨,洞厅里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,洞里头的一个是三肖娘娘。 1937年,洞眼空大师熟悉的附顺县相克二百多人,千里迢迢赶来拜佛,给三肖洞敬献同种。 当晚,一行人披红瓜彩,在洞里唱戏版邓戏,戏上的正热闹,突然,岩洞深处传来一声巨响,煞石洞中红烛全部熄灭。 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,见识着,从严缝里冲出来,从人们头上闪过,洞内七十四人当场死亡,眼空大师也遇难。 死后不久,成都新新新闻刊出世大消息,鹅梅山大摆黄河镇,三肖娘娘显灵,七十多人丧生。 出了这件大事以后,周边乡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,留下很多回忆。 一个老人回忆,时值深夜,眼空大师也在看戏,这时从洞深处见冒出烟子。 有人生了眼空大师,眼空师傅,洞里咋个有烟子? 眼空大师顺口答道,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? 说罢人关系,不一会,突然一声巨响,到处都是火光,然后一股黄色的浓烟从洞冒冒出来。 浓烟经过之处,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,眼空大师也未能幸免,只有洞口的二十多人被宣导后,经过急救保住性命,洞外的一百多人都没什么事。 另一个老人回忆,当时三宵洞里正在大兴土木、素菩萨、安邦大宗等等,发生惨案的当晚,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,突然一声巨响,然后从洞内窜出一股黄色浓烟。 所有的木匠,尼瓦匠,画匠,石匠,连眼空大师自己都死在洞里。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,把眼空尸体抬出来,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朝三宵洞内跪着,抬尸体的几个人说,他还舍不得,是三宵洞。 老人还说,几年前村里有个药农进山采药,天晚来不及赶回去,只好就进到三宵洞睡觉,夜里洞里传出,卡叉,卡叉的响声,药农惊恐不已,用十块机洞口的半截铁钟,以钟声牡丹,不久洞中声音又起,药农又敲,如此折腾了一夜。 村里认为这里闹鬼,更不敢去了,附近村民谈起三宵洞,都认为那是个鬼神堕碎的险恶去处,无人敢去。 八十年代,探险家一瑞龙经过多次寻找,终于到了三宵洞。 他的回忆,去崖底十米高的崖上,横生一动,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宵洞。 他像个身子藏在崖里,半张着漆黑大口的怪物,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噬生灵。 洞口南侧离崖边二米的脚里,有一残破的锅灶,能看出可放三口大铁骨。 当年打尾骨唱戏极惨烂的发生,就在这洞厅里。 直到今天,三宵洞仍然不对外开放,因为当年事故原因不明。 关于这个事件,有几种说法。 其一,是仗戏说,华西大学范教授带着学生到现场,试图找出原因,到现场看了尸体。 范教授认为这些人都不是死于暴障,而是被熏死的。 他认为,很可能是三宵洞内,既存着大量有毒的障戏,平时因为人际罕至,和尚也只在洞口内积百米生活,大体相安无事。 不过,一百多人到洞里大闹大场,点灯敲鼓,就导致洞内瘴气向外梦喷,熏死了七十多人。 从洞内七十二人全死,而洞口二十多人,只是被熏倒而没死来看,这明显是瘴气中毒。 瘴气再封闭的洞内久久不散,导致洞内人没有幸存,但洞口则是通风的,那二十多人没有死亡,都就过来了。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,却和现场情况不一致,当时幸存者都灰意,先是有一声巨响,然后才有一股浓黄的烟雾冲出来,而瘴气无论如何厉害,都不可能爆炸。 而且,从没有一种瘴气是黄色的,更别说,在爆炸之前,所有的蜡烛和灯火都熄灭了。 瘴气说,解释不了,其二,是瓦斯爆炸说,一些煤矿学者认为,三宵洞现象同瓦斯爆炸非常相似。 他们认为三宵洞内可能有霉层,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,瓦斯爆炸需要条件,需要一定浓度和明火引燃。 眼空大师自己住在洞里的时候,洞内瓦斯是稳定的,浓度没什么变化,不可能爆炸,眼空大师做饭都在洞口, 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。 这次洞内来了一百多人,还有人在洞深处点燃明火取暖,这导致瓦斯浓度增加,突然被明火点燃,发生剧烈爆炸。 这就是一声巨响的由来,瓦斯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,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原因。 爆炸后的有害气体往洞口冲,将72人全部堵死,又将洞口20多人寻导,这个推论似乎很有道理,却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。 很多人回忆,爆炸之前,所有的蜡烛熄灭,火也熄灭了,随后才是一声巨响。 众所周知,瓦斯爆炸需要有一定的氧气浓度,如果氧气不够,瓦斯是不可能爆炸的,蜡烛熄灭,恰恰说明氧气已经不足,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? 况且,根据探险家易瑞龙的回忆,他认为洞内压根就没有瓦斯,这三小洞比九老洞的海拔跌200米左右。 所处的白云岩层与九老洞和白云岩层略看不同,据207地质队负责该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,三小洞岩层内不存在产生瓦斯气的碳化物,自然不会有瓦斯。 在洞里的各处取气样检测,结果是CH4瓦斯,甲烟,SOR二氧化硫,H2S硫化氢,PH30化氢,CO1氧化碳,这些气体的含两均为零,二氧化碳,CO2也无显示,结论是洞内空气与外界无差异,不含亦然极有毒气体。 以上说法都不同,于是有了第三种说法,很多人认为三宵洞是一个灵异现场。 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,就是三宵娘娘沉睡了几千年,突然被一群人吵醒,大怒之下降下灾难。 其实,三宵洞这种事,在人类史上并不是孤立,人类历史记载过众多天火的例子。 圣经中写到天火焚毁的银城所多玛,整座城市一瞬间被天火消灭,如果说这是神话,2016年大连也出过这种事。 8月30日,凌晨4点,前后旅顺口区,三建宝镇土城子村发生了一起,特殊的火灾,造成六间房屋被毁两人死亡。 父亲今年51岁住在土城子村,另一死者是个邻居女的46岁。 严女士,趁被烧毁的房屋,属于小平房一间挨着一间,大火发生后村民大喊,着火,了其父亲跑出屋但由于烧伤严重,最终不治身亡为何火灾? 特殊,严女士说事发后木鸡村民告诉她事发时,夜空中出现三声炸响,随即一团火球从天而降,咋向村庄木鸡村民卢先生,回忆,8月30日凌晨3点50分左右,她正在睡觉突然听见,轰隆,一声巨响震得窗户直抖,岂以为是外面打雷,出去之后看了下满天星弦一回头, 看见房顶上一米高左右,有个火球直径大概40厘米,目前为止,三小洞事件还是无解,想看灵异全集的,关注我的公众号Sasha1928 萨沙奖史堂第487期,超级诡异的两次长江断流现象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6讲 萨沙奖史堂第547撞鬼了,离奇的彰化母女电梯失踪案件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5讲 萨沙奖史堂第528期,中国古代,竟然真的有巨人族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4讲 中国最真实的UFO事件贵州空中怪车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3讲下集 萨沙奖史堂第527,孟照国凤凰山遭遇外星飞碟事件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2讲 萨沙奖史堂第4916期,成都府南河里有僵尸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1讲 萨沙奖史堂第487,1936年,江苏涉阳县的超大巨蟒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10讲 萨沙奖史堂第443期,张国荣誓死于下降头,南洋最独邪术杀人无形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9讲 萨沙奖史堂第433期,殿兴陈宝莲死于羊小鬼,南洋斜术之首不是浪得虚名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8讲 萨沙奖史堂第395期,100米长的水怪真的存在,新疆卡纳斯湖的大湖怪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7讲 萨沙奖史堂第389期,中元节必须吓唬大家,让人毛骨悚然的阴兵界的现象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6讲 萨沙奖史堂第378期,是恐龙还是水怪,1954年,宁夏郊区湖泊,曾经发现大怪物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5讲 萨沙奖史堂第343期,真的能长生本老吗?中国曾有个真实老人活到200多岁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4讲 萨沙奖史堂第337期,外星飞碟,在明代降落北京,神秘万端的天气大爆炸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3讲 萨沙奖史堂第334期,外星人背着我飞行,中国UFO明暗黄严丘事件揭秘,你不知道的灵异事件第2讲 萨沙奖史堂第3응事件第5огнал 萨沙奖史堂第6 tom